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日前对BBC说 各国应该团结起来 反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地缘政治胁迫 否则就有被北京单挑惩罚的风险 63岁的陆克文表示 西方政府不应该害怕在人权等问题上挑战中国 BBC亚洲商务记者瓦斯瓦尼报道说 在世界范围内各国正在应对一个 以中国不断崛起的主导地位为框架的新地缘政治秩序 陆克文说 如果你要反对北京 最好是与其他国家共同达成一个立场 而不是单方面进行 因为这会使得中国更加容易 对你施加双边影响 陆克文在BBC的亚洲商业谈节目中发表上述言论 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正恶化到几十年来的最糟糕的程度 在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经济和外交的对抗之后 两国关系已经不复以往 澳大利亚已经取消了与中国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一带一路有关的协议 他还禁止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建设该国的5G网络 澳方呼吁调查新冠疫情的源头 在双方之间掀起了这场风暴 作为报复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进口产品实施了制裁 并且暗示可能以后会出台更多的制裁措施 北京还暂停了与坎培拉的重要经济对话 这实际上意味着双方没有高层接触来平息事态 陆克文曾经在2007年至2013年期间 两次成为澳大利亚领导人 他批评了澳大利亚现任政府的对华政策 称其有时候会适得其反 他说澳洲保守派对中国的反应 有时候是有分寸的 但是坦率的说 其他时候都是言辞过激和刺耳的 这位工党前总理认为 这可能会危及澳大利亚 对中国一项重要出口商品的命运 那就是铁矿石 中国可能视澳大利亚为不可靠的铁矿石供应国 澳大利亚五分之一的出口是销往中国 而这种经济关系 在过去几十年里的重要性只增不减 越来越多的国家 尤其是那些在意识形态上 与美国结盟的国家 都在公开反对中国 在很多方面 他们都是紧随着美国的脚步 在美国前总统川普的领导下 美国与中国发起了一场激烈的贸易战 对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 这引发了两国在贸易问题上针锋相对的斗争 并且改变了两国关系的基调 中国曾经希望在拜登的领导下 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但事实并非如此 尽管贸易谈判仍然在进行 但是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助理坎贝尔表示 美国实际上已经结束了与中国的接触期 过去包括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 对中国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富裕 人们也感到中国将变得更加自由 接触和对话是国际社会 试图应对中国的方式 但是似乎有越来越多的共识认为 这并不凑效 陆克文表示 应对中国意味着要有选择的战斗 中国不喜欢某件事 并不意味着我们其他人也不应该去做 但是这并不是说你每天都要去找中国的麻烦 能说流利普通话的陆克文 对中华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 他曾经被视为是澳大利亚的清华派 或者是知华派 但是在采访中他驳斥了有关在他执政期间 对中国可能过于天真或者乐观的批评 他说他处理与中国关系的方式是通过外交 他是强硬的 但是我们也设法保持了两国关系的总体平衡 美国拜登总统已经承诺 今年6月底之前将捐出8000万剂的新冠疫苗 目前美国国内对于疫苗需求逐渐减少 拜登可以捐给其他国家使用的疫苗数量将会增加 不过到目前为止 白宫尚未说明第一批的8000万剂疫苗将会如何的分配 也没有透露何时捐赠的细节 但是美国刚说愿意捐出库存疫苗 许多国家就已经想尽办法争取卡位 有数十个国家向美国寻求疫苗分享 但是到目前为止 只有加拿大以及墨西哥拿到了共450万剂疫苗 美国还承诺提供南韩55万军人足够的疫苗 美国现在俨然已经成为全球的疫苗生产大国 疫苗捐赠对拜登来说是带有高风险的决定 以疫苗生产量来看 美国目前在世界各国当中产量排名第二 仅次于中国 不过在所有的疫苗生产大国中 近期为止 美国是唯一能够把所有的疫苗生产供应链 都维持在国内的 超过半数的美国人口 已经至少施打了一剂新冠疫苗的同时 世界上其他富有国家的疫苗施打率 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 全球低收入国家累计人口的疫苗施打率 则不到1% 哥伦比亚副总统拉米雷斯 上周抵达华盛顿访问 肩负重大使命 便是要确保哥伦比亚获得美国捐赠疫苗 受到疫情的冲击 哥伦比亚正面临着紧张形势 逐渐升高的内政危机 报道指出 哥伦比亚绝非个案 许多国家纷纷向美国提出类似的请求 但是拉丁美洲国家对于拜登 迄今不愿意分享疫苗 尤其深感挫折 拉丁美洲国家多半向俄罗斯和中国购买疫苗 墨西哥等国则同时向俄罗斯及中国采购疫苗 拉米雷斯接受媒体访问时说 哥伦比亚采购的疫苗当中 许多必须要等到今年12月份才能够到货 拜登对于捐赠疫苗必须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 是否直接把疫苗送往各个国家 还是将大批的疫苗通过世界卫生组织 支持的新冠疫苗全球取得机制COVAX来分配 美国国际开发署日前透露 现在的计划是75%的疫苗将通过COVAX机制分配 另外25%则直接双边分享 国际开发署署长鲍尔上周在国会的听证会中说 分享疫苗的决定将综合双边关系 以及该国疫情的状况 疫苗接种的合适程度等 匿名的白宫官员则向美联社表示 拜登尚未确认这些计划 其更具体的内容仍然在商议中 一名欧洲的外交官指出 美国不应该像俄罗斯及中国一样进行疫苗外交 应该通过COVAX机制分享疫苗以强化多边主义 虽然拜登曾经说 不会像中国或者俄罗斯那样 通过疫苗来博得他国的好感 不过美国的举措也表明 这些疫苗展现了美国的战略动机性 让疫苗成为美国的民主武器库 既能够成为盟国的诱饵 有机会直接从美国取得疫苗 也让与美国关系不佳的国家 可以通过COVAX机制取得美国疫苗 让美国有更多的筹码参与全球的事物 另外除了美国捐赠疫苗之外 疫苗生产商比如说辉瑞莫德纳 在完成美国政府订单之后 将得以开始出口美国制造的疫苗 不过届时疫苗将会优先送往 已经对这些厂商下单的富有国家 路透社华沙电稿称 华沙法院今天开庭审理 涉及一名波兰前特工和一名华为前雇员的间谍案 而此刻一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 是否将华为的设备排除在其5G的电信网络之外 迄今欧洲只有英国和瑞典采取了这样的措施 波兰于2019年1月份 以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为由 逮捕了这两人 国际社会对通讯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的潜在安全风险的争论 愈演愈烈 华为一再否认其设备可能被北京用于间谍活动 但是美国一直施压各国封杀华为 目前在欧洲只有英国和瑞典采取了这样的措施 据路透社援引法庭的文件显示 波兰的检察官指控39岁的王伟金 以担任华为高管委掩护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超过7年 试图加强华为对波兰政府的影响力 并且使其能够管理波兰的科技基础设施 王伟金的律师则对路透社说 检方没有证据证明他的当事人有任何间谍活动 据悉王伟金还被检方指控招募了一名前波兰特工 这名特工向他透露了影响波兰救援和公共安全服务 无线电网络的方法 王伟金自从被捕以来一直在押 这名波兰特工名叫皮奥特 曾经在政府高层工作多年 他被指控成为了公共行政方面的消息来源 不过两人都否认有任何的不当行为 华为在王伟金被捕后将其解雇 但是资助他的诉讼费用 该公司上个月在一份声明中对路透社表示 华为的活动符合透明度和遵守法律和监管的最高标准 路透社指出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去年提出了一项立法草案 该草案可能导致华为实际上被排除在5G网络建设之外 但是这项提案尚未在议会进行讨论 另一方面华为警告说将其排除在5G之外 意味着波兰经济将遭受近120亿美元的损失 而且5G的推出时间也将会被推迟几年的时间 此外华为也对瑞典禁止使用其5G网络设备的禁令 提出了法律挑战 中国仍然位于苹果供应商名单的首位 无视经济脱钩以及对其零部件生产商越来越多的审查 对苹果2017年和2020年供应商名单的比较后 可以看到近三分之一的新入围的公司来自中国大陆 iPhone制造商使用的大陆公司数量的增加 凸显了中国在全球高科技供应链中的重要性 在过去的三年里 苹果公司在其供应商名单中增加了更多来自中国大陆的供应商 无视不断恶化的中美关系 关于经济脱钩的言论 以及对其零部件生产商越来越多的审查 根据南华早报对苹果2017年和2020年供应商名单的分析 近三分之一的新入围公司来自中国大陆 在最新的名单上的52个新名字中 有15个来自中国 其中几个位于中国南部的科技中心深圳 而其他来自江苏省 来自美国和台湾的供应商 在数量上排名第二各有7家新入围的公司 获准成为苹果供应商的大陆公司数量的增加 突出了中国在全球高科技供应链中的重要性 特别是在中国能够控制冠状病毒 并且重新开放国内经济之后 研究公司IDC驻新加坡分析师威尔说 尽管中美关系紧张 中国成熟的制造业仍然有其吸引力 苹果公司2020年供应商名单上的200家公司中 近80%在中国大陆至少有一个生产基地 虽然该名单没有提供第三方服务的货币价值 但是中国大陆的供应商通常是提供 负价值较低的制造和材料 而利润率较高的产品和服务 包括半导体和先进组件 则通常由美国和台湾供应商控制 苹果仍然严重依赖美国供应商 比如说工业集团3M 以及芯片公司英特尔等 鉴于苹果公司现在对中国的依赖 既是其供应链的合作伙伴 也是其产品的重要市场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 在频繁访问大陆期间 积极培养政府和商业关系 库克现在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顾问委员会的主席 这个职位可以使他有很多的机会 接触到中国的领导人 包括习近平 因为他也是清华大学的校友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